减僻一气就用一共三 让你的屁股一点一点坚远起来 大家好 我是中央刘大夫 提到屁股 相信十个人九个人都是去的 而且怎么不都没有用 那怎么判断自己的屁股好不好呢 如果你经常感到腹部发展 失与不准 身皮发力 甚至吃东西不小化 吃用一省了就拉肚子 恶心相突等症状 小孩子容易掩饰 出现失急 打扁酸丑 抠丑等症状 那么这些就是批尾虚弱的表现 容易上墙 批尾为后天之恩 气血运化之愿 而我们人体能复更好的运行 主要就是看气血 是否充足 如果气血不足 不能如扬全神 揪耳揪指 会殉疾 其他脏腹 受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弱 经常会生病 所以简阳批尾 对我们的每一个人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就给大家 介绍一个重要方 基本适合所有人 每天和一天 让您和您家人的批尾都不起来 他叫做一共三 全网由人神 副领 拜祖 沉辟 赶糟 勿为我组成 有我不气减辟 兴起华制的功效 首先派出了人神 打不怨气 不辟一肥 赶糟 不辟一气 拜祖 减辟一气 三云罗合有 一气不足 共同不足 批尾之整齐 其次 还有腹领 可以理髓肾时 减辟凝心 实情厌重 腹领 可以帮助批尾 把实气解决掉 让批尾 轻松起来 而趁辟 离起减辟 早时化碳 二云合用 共同 兴起化时 小指减辟 总之 圈房 其实啊 就是啊 用死军正堂 打配陈屁 陪沃尔生的 再啊 一气减辟 初时的基础上 又啊 离起跳踪 早时化碳 一边不起 一边兴起 起性 则血性 让我们的屁肥 一点一点 轻壮起来 让我们的神体 一点一点 减硕起来 如果你也有啊 批尾虚弱的问题 这个方子 就可以啊 参考一下 在啊 医生的指导下 在 根据自己的症状 正确加监 效果 会更好 大家 学会了吗 1 2 2 2 4